主持人蔡燦德 妙语如珠 道出有线电视从业者的成就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在致辞时感性表示 自己每天都与这些地方媒体见面 深知大家的辛苦 每一年我们颁精彩奖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觉 不管是新闻报导深度的专题等等 每一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大家 来共同欣赏非常感动的议题 同时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线电视业者 这几年不但是深入我们新北 创造了很多重要的一些主题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培育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今年总共有82件参赛作品 角逐八项大奖 不管是小人物的故事 或是在地的公益关怀 各式各样的议题都让评审团相当惊艳 其中新市坡有线电视入围两项 最后夺下节目类的社会光明面大奖 得奖者是台湾新动力新市坡有线电视 恭喜 强大的家 很感谢就是新北市有这个平台 然后能够就是让我可以记录到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透过我的镜头 透过我的观点 让大家可以认识到更多就是社区的一些 阿公阿嬷们 有线电视的话 它属于这个地方的一个媒体 那我们除了提供给收视户 一个节目 影视娱乐的服务之外的话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 把在地的声音啊 能够发挥出来 希望我们持续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啊 在未来的话 我们也会在这个 新闻或是地方的节目制作方面的 一个部分的话 加强努力 然后得到更好的成绩 另外在有线电视数位化的进度上 新北市也领先全国各区两个月完成 108万收视户全都仰赖这些 默默耕耘的有线电视业者 透过精彩奖 勉励大伙能够更加坚持 传播媒体的理念 中家新闻林凯俊 朱云佳板桥报导